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老牧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疯狂的问我 和私信我 这个深境螺旋的11-2 有一个首家的任务 到底该怎么打 他打得快吐了 虽然我几个月前也出过深境螺旋的攻略 但是可能由于那时候还比较早 没几个人能打到这一层 而且也没有加上我的解说 有很多细节的方面 很多小伙伴还是搞不明白究竟该怎么打 那么现在你们的牧妈妈亲自给你们喂奶喝 来整一个妈妈级别的解说 包你只要不是打球球人刮杀 但凡有一点点伤害 把这个加的血量保持在60%以上 也就是三星 假如你打个球球人都刮杀的话 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你把那个装备搞一下升一下级吧 真是的 打到11-2了 打个球球人刮杀不至于吧 应该不会吧 对吧 好接下来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正题 包你看完之后直呼 阿男妈妈的奶真好喝 那么这边的话我就随便带四个角色进行演示 你们就带你们有输出的就行了 总之不要刮杀就对了 刚刚也说过了 他这边的话可以看到 这边有两个小盾牌的球球人 咱们先杀这两个小盾牌的球球人 用上你的最大输出 全部大招甩给这两个盾牌小球球人 然后后面又会刷新两个盾牌小球人 咱们直接对着拆局的一共四个盾牌小球人 全部大招甩给他 这四个盾牌小球球人死掉之后 又有个拿斧子的大球球人 我们一样起火干他 这几个目标呢 是仇恨一定是在家里的 他不会打你的 他是一定会打家的 由于弓箭手的那个伤害比较低 加抗几下没有关系 然后呢 把斧子球球人打死之后 就直接再打这个弓箭手 把所有的弓箭手都清场 因为有些弓箭手这个仇恨是在家的 有些弓箭手的这个仇恨是在你身上的 所以呢 加抗几下弓箭手的伤害也没有什么所谓 因为弓箭手的伤害也不高 他们最多两个其中有一个 仇恨是在家身上的 另一个是在你身上的 所以总体来说伤害不会特别高 杀掉这些怪之后的其他怪呢 那些怪的仇恨都是在你身上的 他都是不会打家的 包括这个拿盾牌的 其实人和刚刚拿火把在后面追着你的火神神的 都是在这个你身上的 不会在这个家身上的 所以优先把仇恨在家身上的清理掉 那么家受到的这个伤害就会是最小的 然后另一边也是同样的思路 优先让你的输出 集火清理掉 仇恨在家身上的小怪 这边第一波两个丢瓶子的 对家的伤害很高 优先集火处理掉 如果你集火处理不掉的话 伤害不够的话 建议带有打断技能的 控怪的 比如说砂糖 超载 感电 大剑 打断他 不要让他丢瓶子 最好就是集火秒掉 零音术士就只有蚊子偶尔会打一下家 本体的仇恨是不在家的 咱们可以最后再打 集火秒掉就行 秒不掉的话还是一样 打断 勾引到角落 家还是能扛一会蚊子的伤害的 然后第二波只有左右两个 一个打拳的 一个拿锤子的 仇恨是在家的 其他两个怪呢 仇恨是不在家的 咱们还是一样的思路 能集火秒掉这两个就秒掉这两个 不能集火的话就控住他们两个勾引 然后你会发现那个拿铲子的是对家没有伤害的 你看 对吧 看到了吧 然后这个讨债人的仇恨是一定是在你身上的 你只要把他引到边边角角 把他慢慢磨死就可以了 那个拿铲子完全不用管 他打家是不疼的 好吧 这样的话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到这一步的话就稳稳的是满心的了 所以11-2的大家觉得难的地方在于 很多小伙伴不知道打怪是有顺序的 在瞎打 以为所有怪都会拆家 不把所有怪秒掉的话就会 家就会被拆 所以一顿乱锤 结果到最后发现家还是保不住 因此你按照我这个讯息来 你会发现会简单很多的 那么好了 这个视频很简单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